这个认识源自于环球时报年会上 跟很多专家在一起交流 听专家们讨论的时候 建制形成的这么一个想法 这次环球时报年会从海内外来了 很多人这个大会与会着很多 像每年一样非常热闹 讨论中美关系问题 讨论中印关系问题 讨论台湾问题是两大主题 除此之外 还有广泛的焦点的议题 也都在讨论当中 在讨论台湾问题的时候 关于合同问题 武统问题 还有武统合同兼而有之的问题 大家议论非常深入 特别是台湾学者 台湾著名的政治评论家 黄志贤女士亲自主持这场论坛 邱毅教授 还有一些其他的教授 大家讨论这个问题 现在关于台湾问题怎么解决 已经越来越深入了 关于台湾和平统一的机会 已经丧失的责任究竟在谁那个地方 这个问题也是越来越清楚了 但是大家知道 只要是开会 只要是就一个问题 大家说话 这就像你们单位买盒饭 今天吃什么 大家都会形成不同的认识一样 这么重大的复杂的风现实问题 大家有不同的意见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比方说 我们有一个专家在谈到台湾的问题的时候 他发表了一通意见 这个意见在会上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 尽管当时我作为现场聆听者 我也觉得有那么一点怪 但是呢 一闪就过去了 因为不断的新想法 新念头 新的结论出来 可是后来回来一想 我发现我们这位教授的说法 可能是有那么一点问题 这位教授呢 是海南大学的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的执行主任 叫朱峰 朱峰呢 讲了什么观点 他说中国永远不会失去和平 解决台湾问题的机会 这话听起来 可做两种解释 一种解释是 时间在我们一边 正义在我们一边 力量在我们一边 你永远跑不出我的手心 我是如来佛 这可以理解为一种自信 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对未来的乐观的研判 但是他的说法 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也许还可以有别的解读 比方说永远不会 中国永远不会失去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机会 不用关心两岸所谓的台湾变量会走多远 那 那请问朱教授您关心什么呢 他说我只关心 东亚未来地缘战略结构里 中国影响力和控制力会不会实质性的下降 当时我就问坐在我左边的这个学者刘洋先生 我说你明白他说的所谓 未来地缘战略东亚战略结构是什么意思呢 刘洋也说有点一头雾水 一个著名的政治评论家叫 叫蓝宾强 蓝宾强先生呢 他对朱峰教授的说法提出一点批评 他说这朱峰的观点看似高屋建领 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一句话 就台湾变量走多远 也不要用武力解决台湾统一问题 这高人呢就是有高见 蓝宾强先生这一句话 就把朱峰他那个问题 我们当时听起来觉得怪怪的 但是又说不出来在什么地方怪的 这个事情的症结 拿到了 最近有一个有意思的短视频 就网上流传 叫哎呀刺脑啊 哎呀我刺脑 刺脑就是痒痒 痒痒怎么办 痒痒就得挠一下 挠一下挠不准就更刺脑 朱峰呢弄得挺刺脑 蓝宾强先生就挠了一下 挠的是地方 所以就分析的比较深刻 蓝宾强先生说 朱峰这个观点呢 看着很新颖 很大胆 咱不说大陆民众对这事怎么看 但就台湾方面来说 如此高端场合 听到官方的专家居然观点是这样 是不是会出现以下的情况 第一蔡英文当局一定会兴高采烈 以后蛊惑台湾民众的台独意识 实际上推动台独 推动实质台独 配合美国 围堵大陆 一定会更加肆无忌待 为什么 一般按照朱峰的说法 无论我们怎么样搞 无论我们跳多高 反正中国不会动武 因为永远不会失去和平统一的机会 第二会不会出现那种情况 以国民党为代表的泛蓝阵营 更不会再提统一了 也不会再反台独了 大陆都不急 我们干嘛急 皇上不急 太监急 何况反台独原本在台湾就不能收获选票 我们国民党干嘛 要做那个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第三会不会出现那种情况 台湾社会促反独的 促同反独的声音越来越小 倾向独立或永久割居的武装割居 永远下去的台湾的民众会越来越多 因为反正你打不过来 反正你不会打过来 反正你相信永远和平统一的 这几乎永远不会丧失 还是蔡英文以武俱统 八戒美国高明以后就看似高枕无忧了 蓝明星先生说 但愿这不是我瞎推断 而是根据中风先生的这个论断 如果真的台湾变量 肆意发展的后果 必定如此 解决台湾问题 核的问题 统的问题 就是核统和武统的问题 其实这个原则红线早已经确定了 那就是反分裂国家法 其中第八条 红线画得非常清楚 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 任何方式 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 或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 或核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 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 这就是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 这就三条红线 第一条事实出现 第二条重大事变 三完全丧失 这三条红线任何一条突破 大陆就可以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国家统一 明明白白的写的非常清楚 现在台海现状 蔡英文当局这一系列骚操作是台湾显示了事实出现了吗 有重大事变发生吗 和平统一的技术完全丧失了没有啊 这些从台湾90%的不愿意统一 从蔡英文的中华民国是台湾本来就是独立的 不必再宣示 回应从台当局积极充当美国围堵中国的 处处系统西方法化势力与中国大陆对抗的 帮凶的这一系列行为当中 我们其实是不难找到答案 蓝民墙先生是武汉 他是一个文人 政治评论 尤其是对台湾问题 对东亚的地缘政治问题有深入的研究 对中美关系问题有研究 他其实跟方方住在一个小区 他说专家有官方的身份 在高端的这种媒体的报告会上发出这样的观点 我不是很理解 蓝民墙先生的这个观点 当然在网上引发了很多议论 在现在的情况之下 尽管有珠峰这样的高屋建领认为 和合同的机会永远不会失去 但是其实参会的所有的人 大家都有这么一种感觉 战争并非虚言 北京选择武统 这三种情形 应该说已经越来越逼近 北京方面从来没有放弃武统台湾的选项 武统是不是唯一的选项 那现在还不好说 现在我们没有放弃和平统一 但是很多人会用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 来形容当前两岸的关系 应该这么说 就像人生的每一步一样 台湾发展的路径 也是每一步都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 人生每一步都是十字路口 对不对 但是现在台湾这个路口 这一步非常非常之关键 与此相伴使用的 就是越来越高的武统的声浪 以及越来越频繁的 大陆的军事动作 大陆军事动作是被动的 是你买美国武器 你和美国勾结在一起 打压中国大陆 是你在围剿中国的问题上 扮演可耻的角色 是你在台湾搞实际台独教育 历史教育 台湾很多老百姓 被你们蛊惑 不想祖国统一了 离心离德 越来越远 是你这种连美抗中 推动台湾走向十字台独 所以武统才越来越成为台湾 未来可能必须要面对一个现实的威胁 道路在什么情况下 才会选择武统台湾 触发武统台湾又是哪些条件 这其实就是刚才蓝冰箱讲的 那反分裂法 这第八条当中所讲的三种情形 这就是三个底线 如果说能否实现和平统一 取决于台湾的选择 两句话 如果说能不能实现和平统一 取决于蔡英文苏贞昌 现在台湾 割据政权当局 你们的选择的话 那么武统与否 是否触动武法 武统 何时武统 则完全取决于北京 这两句话应该说是很多人的共识 就是说台湾现在就看你怎么表现 台湾当局怎么表现 你表现的怎么样 决定台湾有没有可能实现和平统一 但是要不要武统 怎么武统 武统条件触发 之后一声令下 以什么样的方式 拿下台湾 完全取决于北京 这话台湾人不爱听 对不对 台湾甚至有些所谓温和的深蓝的国民党也不爱听 就是说台湾很难接受 但是这是现实 直白的讲 只要两岸一天没有实现统一 而且没有达成和平统一的共识 推动和平统一的进程 就属于完全丧失的范围 我重复一下这句话 如果两岸一天没有实现统一 而且没有达成和平统一的共识 推动和平统一的进程 就属于完全丧失的范围 北京就随时可能可以采取武力的方式统一台湾 武统台湾究竟有多远 这次 这个两岸学者 白自于全世界的学者 大家议论的关键点就在这 张亚忠教授是台湾的 我跟他开过几次会了 开过两次 这也是今年第三次 他每次都讲差不多一样的话 什么台湾的自尊呢 有没有考虑台湾人民的感受呢 没有欢欢喜喜的和平统一 压力之下冷冰冰刺眼 他的语言能力很强 他的意思是说两岸统一 这个事情是个好事情 是个复杂的事情 我们要等到两岸分作两个阶段 先议论怎么统一 然后呢 我们慢慢走到一起 要欢欢喜喜 要心平气和 要心理气和 要有感情 有温度 不要那么冷冰冰 但是这个说法 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 张亚忠先生 你在忽悠大陆啊 你给你台独搞台阶 找台阶啊 你要你很自尊的 你很自尊你就割据了 你就台湾就永远独立了 那怎么可以呢 当然不可以 对不对 但是因为张亚忠先生 他是持国民党的立场 并且是国民党当中的少数派的立场 他是不反对一中的 因此我们对张亚忠先生这种学术观点 要持非常礼貌的 但是必须坚决反对的态度 那个说话喊着说的 邱毅教授认为 没有压力之下的和平统一 已经不可能 说的好 我赞成他的观点 他说台湾岛内 目前在法律 在教育 在选举 在民族 在国际 在经济 在政绩 经济 政治 社会八个方面 都对统一造成了障碍 邱毅教授 这个发言 我还听着很入耳的 尽管他那些观点 我已经非常清楚 他每年 他们就经常做节目 这个张亚中教授 他是台大政治学系的教授 他这么说 他说话比较委婉 他说 台湾首先是个身份认同问题 他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 台湾民众比例越来越高了 其次呢 就是曾经秉持统一立场的国民党 变了 跟以前不一样了 以前的国民党 他主张要反攻 反攻 反攻大陆 后来要统一 统一 三民主义 统一大陆 后来他就躲 知道吧 他把大陆当成恐惧的对象 对于九二共识的看法 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不成一个中国了 第三个呢 那就是西方国家围堵中国 开始把反中和反共做的区隔 同时充分肯定台湾的制度和价值 哎呦 蔡英文没起来了 在两岸问题上的美国的做法 西方一些国家的做法火上浇油 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 刺激了 鼓励了台湾民众 这台湾民众对于 统一 就更加抗拒 所以张亚中教授有个观点 他说呢 他虽然对和平统一持乐观态度 但是呢 他认为呢 坚持和平统一 两岸交流呢 在有过好的先例呀 比如说 蔓英九时期 还是可以的呀 比较顺畅的呀 从台湾社会来看呢 虽然有浓重的反中氛围 意识形态上去中国化 但是岛内民众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 依然占35% 就三分之一还多一点 认同中国文化的比例更高 从这个角度看 他说 去年说的更干脆一些 今年说的有点勉强 意思说台湾社会中统一的基础仍然存在 他说拜登上来之后呢 对台湾呢 不会像特朗普那样的猛扑猛打 也会呢 在海台擦枪走火的危险性有所降低 所以他说 从台湾方面来说 国民党要做出调整 找回九二共识 他说 应该把这个两岸统一呢 当做两个阶段来看待 目前到统一之前 结束敌对是一个阶段 统一之后是另一个阶段 他认为北京应该找到一套说词 关于和平统一一个阶段对台政策 他说要努力去做 要努力去做 要和和气气 欢欢喜喜走向统一 他这话当然遭到很多人反对 复旦大学的吴新博说 统一能等来吗 统一是等不来的 大陆必须要加达 军事维持压力 主动塑造台海的安全环境 强制台湾 到了一定时候 必须要和大陆来谈统一问题 不谈就大兵压境 当年西藏 对吧 解决西藏问题 昌都不打一仗 拉萨能和平解放吗 对吧 没有军事压力 两岸不会有和平 这话说的很干脆 原来的国泰班的副主人 王再熙先生 他也表示 两岸之间没有压力 没有办法实现统一 最近 王再熙先生的一篇文章 关于武统和和统 不是截然对立的 这篇文章 我看在海内外流传很广 他强调讲究时机 大陆要耐心 不到万不得已 不到最后关头 不能放弃和平统一 但现在 要做充分准备 以非和平方式 实现统一 张爱中先生说 哎呀 老实说压力啊 压力啊 压力啊 是过于冷冰冰的四眼啊 两岸真 两岸真正需要的是 心灵气和的统一啊 能够将心比心呢 哎 这个话很重要 张爱中先生 我跟他开了三次会 他每次都这么想 我刚才我听不进 我觉得感觉上不接受 但后来我想了想 他作为台大教授 他在台湾 他周围都是那样一些人 他们怎么想 后来我想明白 用张爱中先生 自己的话说 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 结束敌对状态 共同创造统一条件 高高兴兴完成统一 而不是谁吃掉谁 他说的更具体 在下面 他说 目前大陆给出的统一方案中 台湾从一个事实上的国家 变成地方政府 这样的一统一 台湾怎么可能有人会接受 说到根上 说到根上 他自己把自己当成一个国家 说统一之后 就从一个国家 变成一个事实地方政府 这样的统一 台湾什么呢 怎么可能有人会接受 武统就是说 你接受也得接受 不接受也得接受 什么叫事实上的一个国家 事实上你不是一个国家 不要误以为 想当然自以为 夸耀为你是一个国家 你是一个割据政权 你是中国内战的 留下来的一个病根 一个栏尾早该切了 地方政府 那都是那都是 那都是现在应该用割据政权来对待 所以解决 解放台湾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 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处理后续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 说哦 你们不愿意接受 不愿意接受也得接受 你说我这里有两千万人的 这边有14亿人 有人说那美国 美国 美国中美建交零和公报里面强调说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那就是说你那个割据政权 如果勉强把你们当做政府的话 你们不是一个合法的政府 变成地方政权是高台 而不是贬低 不愿意 不愿意 那就牛不喝水 强暗头 强暗头之武力 就叫做武统 这话说他明白 但是你知道有什么矛盾的事吗 因为张亚中先生 他还是愿意和平统一的 而且老头一把年纪了 说话又很学究 所以我们这话 不是针对张亚中教授 而是针对那些 不愿意中国统一的 那些台独分子 张教授认为 北京应该用更大的智慧 更大的心力 去把统一前这个阶段的大论述做扎实 让台湾人有尊严感 塑造统一的基础 和平统一是个方法的问题 而不是一个简单的选项 和平统一失败了就换成武统 而不是和平统一遇到一些困难就改善更张 政治学教授 我们天天说这套词 说着说着自己反正 就是我们要尊严 我们不是地方政府 要欢欢喜喜 欢欢喜喜能实现的统一 那不早实现了 有一句话大家知道不知道 胜利不是敲锣打鼓就能等来的 必须要做好 应对具有新的时代特点的伟大斗争 这话的输出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这话的输出放到这 这话说放到这 是很合适的张亚忠的心灵契合的统一 一点都不新鲜 去年这么讲 今年还这么讲 关于这件事 解放军的中将 退役中将王洪光先生 当年 去年 我跟王洪光先生见过几次面 三次面四次面 每次他都这么讲 这话正好是 呛了张亚忠教授 王洪光先生 今年没去参加会 去年的话 放到今天依然合适 王洪光的话说 两岸和平统一的通道已经关闭 必须加大武力统一台湾的准备 王洪光先生是南京军区的副司令 中将 过去他做的工作 军事主观 就是直接针对台湾方向 所以他说话 那场上质地有声 掌声响成一片 我说是去年 不是今年 今天他没来 去年 那就二零二官员 去年是二零一九年的十二月开会 那就判断 研判 二零二零年 他的三个判断 第一个判断是台东势力占了多数 这趋势不可逆转 第二个判断是 大陆民众与台湾民众 在统独的问题上 意见相悖 渐行渐远 第三个判断是 实不我呆 那再过五年 十年 解放 台湾 统一台湾的时候 那是两岸不可承受之重 五年 十年 时间表在这了 所以王洪光说 蔡英文 动员 年轻人 芒果肝 芒果肝是蔡英文的话 芒果肝 什么意思 王国肝 就是说你不王国 出来拼 王洪光认为 这些人越来越把台湾当做国家来对待 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 所以武统台湾 不但是提到日程的问题 而且必须做好准备 一声令下 直取台湾 我特别喜欢王洪光 说话的这种气势 张亚中的观点 在现场几乎没有什么人附和 他 这吴教授说 他是从国民党的角度来忽悠大陆的 而且是忽悠很多 张亚中是国民党党员 我们很多学者都统一说 统一看起来是等不来的 你武力这种威慑作用如果不在的话 那结束敌对状态没有可能 你要结束敌对状态就两个前提 第一双方都认同一个中国 第二双方愿意坐下来台 现在参员们可能吗 地方割基政权台湾的大当家的这个女当家的 他不同意 那怎么可能 没有没有这个前提 好 现在我说到这的时候 说到关键处了 开篇我不说 马英九是葬送了两岸实现和平统一的有利时机吗 怎么扯到马英九了 大家知道不知道 这两岸啊 最有可能坐下来谈判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时间 这些是在2008年就中国开奥运会那年 那年马英九台湾当选为台湾第七领导人 他们自个叫总统 2008年台湾赢得大选 而且选票不少 765万张高票当选 风光 但是四年之后呢 他面对没有什么行政经验 没有行政理念 就是个大学老师 实力也不强的蔡英文 马英九居然选情告急呀 第二任的时候就非常勉强 以微弱优势连胜 而是在2008年 那个时候 奥巴马刚刚当选 奥巴马当选 奥巴马那时候有求于中国 为什么 华尔街雪崩啊 美国没钱了 地主家没钱了 有求于中国呀 在这个时候 马英九在台湾执政 更气氛明显的向好 2009年的奥巴马访华 在中美联合公报中 注意啊 奥巴马访华 在2009年中美联合公报当中 公报提出美方欢迎台湾 海峡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这是一句话 第二句话更关键 期待两岸加强经济政治 及其他领域的对话与互动 第三句话 更重要 建立更加积极 稳定的关系 美国放口子了 说你们谈吧 你们谈得好 我美国不支持 我支持啊 我期待啊 这是最好的时候吧 知道这个时候 这李敖最喜欢骂马英九 我不喜欢重复李敖那些词了 马英九你知道他怎么做的吗 马英九当时领导的国民党立刻同美国方面联系 马英九向美国方面施压 说台湾没有准备好同大陆对话 台湾国民党当局不是要真心实现两岸统一 昭然若揭 那个机会失去了 永远失去了 如果马英九在第一任上 哪怕你在第二任上 那个时候两岸统一起动进程 是完全可以的 张亚中教授说的 欢欢喜喜 真心实意 是吧 讨论统一 没什么做不到的 怎么就做不到了呢 什么叫台湾人民尊严就没有了 台湾老百姓日子只会过得更好 台湾人民分享祖国发展 带来的成就 分享改革成就 至于想当官一脑袋当官 你可以由地方长官变为北京当官的吗 过去1949年新中国的时候 有过这样的例子 对不对 你奇异呀 你好好在和平统一的进程当中 扮演好角色吗 马英九这个人很狡猾 这个人是骨子里不愿意祖国统一的 虽然他是小蒋的英文秘书 伺候小蒋七年 处处以小蒋为榜样 想扮演一个圣人 在私德方面可能没有亏 自己做出一个圣人的模样来 但是他骨子里不愿意祖国统一 这是在他日上八年 我们看的非常清楚的 举个例子 比方说 马英九去圣约翰科技大学去演讲英国 中国的学生留学生现场就问他 说未来会有什么实际行动 为台湾回归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做贡献 以及对未来两个和平统一有什么看法 马英九微笑 说和平统一是最起码 应当进一步调整成民主统一 要让双方人民都能接受最重要 这话听起来再谈统一 他民主统一 两岸人民都能接受 但是他自己就不愿意 对吧 怎么统一 他呼噜你 忽悠你 马英九丧失了两岸和平统一 最重要的时机 在这一点上 马英九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马英九没有机会看到我们这么一个节目 马英九听到呢 我相信他会说 北京东城区南罗古相 那个老头说的是对的 我心里就这么讲的 所以各位 关于两岸和平统一的问题 要操之在我 我是谁 我是中国大陆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14亿中国人民 因此 中国大陆还是应该 做好 对非和平方式统一的准备 发挥军事施压的作用 未来即使国民党再次执政 说好 就给他最大的脸 给他最大的可能性 给他最大的活动空间 国民党再执政 我们也要放弃幻想 马英九 他不能这样 韩国 可及的快快乐乐 和平统一 不适合所有的人 因为统一必然意味着 岛内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 哪一部分人 以蔡英文 苏贞昌为代表的 台独分子 台独死硬分子 但实际上 台湾人民的利益没有受损 所以王仔细主任说 哎呀呀 扎眼中人很好啊 很理想化 但是不能实现呢 所以和平问题呢 和平统一不能实现 就要考虑国际 就要考虑呢 武力统一 不能拖下去拖下去 代价越来越大 所以王仔细主任说 我赞成对台湾 武力胁迫下的统一 因为只有这样 最大限度的减少 台湾同胞的损失 关于马英九丧失了 两个和平统一的 这个机会的这个论断 我看海内外还没有人 明确的这么讲过 我看这个事情要多讲 为什么还要多讲 追究马英九的责任吗 不是 要敲打那些 嘴上还说中华民国 嘴上还讲统一 实际上不想统一的 挂着面具的那帮呢 表面蓝色 内心绿色的 国民党的头面人物 斯坦的频道 今天就说到这儿